台湾现在正在并领到 浪海问题对家企业的诉求是相对的提款 并非的以前的企业技术科学 分加兰为一个背后到企业技术的学校 北京就有一个科技公司和学校来做合作 并且签订到合作 美兰也将会提供学生上科来 用到企业学校以外 并提供到实际的机会 特典学生就要不成功 明慧宜专是分加兰台区 为以背后牙体技术师的学校 因为台湾老年年靠增加 对家企业的诉求会越来越大 因此明慧宁科技公司和明慧宜专 成为合作 明慧宜专业科学校材料和学校 达到三个合作和上交流的目标 由于我们的牙材都是以进口为多 所以使得他的费用昂贵 那么现在中贸科技的李董事长 专研发展出国内自己本身 就可以制造的牙材 大大的减低了我们从进口 进行牙材当中的高额的费用 使得我们许多的长辈 都能够快速有效的来达到口腔的整副 我们也希望这一项能够在产学合作 不仅使得我们落实务实致用的教育 其实更重要的我们能够展现社会的责任 因为这些费用昂费的材料都是国外进口的 他们家的质量都比较贵 这让中间就没去费用 所以科技公司来划定家庭昂贾的材料 也回去跟学校来合作 申请社会敬任 希望可以让材料介绍更加清明 才可以让更多人做的去处处去 台湾的老人 台湾这些的比较贫困的人 他牙齿永远都装不起 所以这十年来 中贸科技不断的跟学校合作 但也不断的捐赠 希望说让学生知道台湾企业 有这样没对你台湾的产品 让他愿意用台湾国产的东西 慢慢信任台湾国产的东西 然后慢慢把这些产品推广出去以后 我相信台湾这边的牙才的价格 才能慢慢的往下降 那这样其实牙才只要老年人只要可以吃 可以咬 我相信他的身体就会健康 这次科技公司甘明肥宜专强定合余 未来也会提供 核心上科所使用的核心材料以外 也会提供工作机会 让核心够辽到来博物 以望这些公司的力量来够来核心核心 既然中会留下古彩的红包 的 我订阅